女人有这七个表现,说明离不开你 女人和男人表达感情的方式有很多地方是不同的 女人深深地爱一个男人,爱得已经离不开他了 也许他并不一定经常用很多肉麻的情话来表达情感 但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往往能从他的一些行为中体现出他爱得有多深 爱情就像一个大大的吃场一样 女人要是陷进去了,就会无法置疤 因为女人对男人爱得越深,付出也越多,也就越来越离不开男人 那么会有哪些表现呢? 第一,女人一旦坠入爱河,就会非常缺乏安全感 在生活中总是感到患得患失 女人离不开一个男人,就会很害怕失去 平时经常会产生一种焦虑感 当女人对男人爱得很深的时候 她可能会经常在你面前跟你一起畅想未来 而且她与你聊天时,总会有意无意说要和你在一起一辈子 白头到老这样的话 第二,一个女人如果越来越离不开一个男人 那么她的情绪就会一直被这个男人牵引着 女人可以为对方哭,也可以为对方而笑 他们对男人的一举一动非常在意 并且只有她深爱的男人才能够触动她的心 一般女人非常爱这个男人,她会心甘情愿 不由自主地处处以这个男人为生活中心 第三,女人非常爱你的话 她就会想要在你面前展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在你们相处的时候,她的表现会非常自然,非常放松 她不会在你面前刻意伪装自己 不会每天画着妆面对你,也不会去刻意地恭维你 不过你们要是一起出去的话,她肯定会精心打扮,展现最好的一面 在朋友面前也会一直夸赞你 给主你的面子,时刻为你着想,她已经离不开你了 第四,女人如果在男人的办公桌上放一张两人的合影 或在男人的衣柜里塞几件自己的衣服 或在男人的床上摆上自己的衣服 总之,她会将一切可以代表她存在的东西 都渗透到男人的工作和生活中 其实她这样做就是想说明这个男人是她的 她想让所有认识男人的朋友知道她是她的女人 那么她已经离不开这个男人了 第五,喜欢研究她心爱男人的爱好 然后积极地支持她,帮助她 女人观察男人要比男人观察女人还要更细腻 如果她的男人喜欢极优的话 她会出其不意,为她寻几美,她一直渴望的邮票 如果她的男人喜欢打球的话 就算她自己根本不喜欢打球 那她也会很乐意地陪她打球 或者看她打球 第六,一个女人要是离不开一个男人 她会希望男人的所有时间 精力和眼神都放到她的身上 不能有片刻游离 而男人总会本能地看美女 眼神会情不至今地跟着美女走 如果是和深爱自己的女人一起出去的话 那可要小心了 要不然你的胳膊上可是会青一块,纸一块 第七,女人虽然很讨厌你的坏习惯 非常想让你改掉 但是她深爱着你 她不想让你心情不好 所以她不会骂你,让你强劲改掉 比如你喜欢吸烟,喝酒 她虽然不会严厉指责你 但是她会尽力帮你控制吸烟,喝酒的量 所以她真的离不开你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